商总日前重新改选礼监事 并且安排在今天举行就职典礼 新任商总理事长赖正义 喊出了十大纲领 准备向政府建言 其中像是促进两岸交流 提升观光事业 以及呼吁企业加薪等诉求 赖正义今天也肯定了 劳动部目前正在研议的 分区调整基本工资方案 走过改选风波 乡林集团董事长赖正义 8号就任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一职 由于他也获邀参加经贸国事顾问团 赖正义也在就职典礼上 宣布十大纲领 希望政府设出经济实践 力拼五年内 提高台湾人均GDP到五万美元 看起来非常辛苦 但是我想有梦 最美大家要做一点梦 当时我们一万的时候 韩国是七千 那么现在台湾两万一 韩国已经达到两万五千美元的GDP 因为这个政党的对立 那么加上我们对国际上不够开放 所以让我们的年轻朋友的薪水 大概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后退 赖正义提出十大行动纲领 包括开放自由经济贸易 促进两岸交流 提升观光事业 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年轻人加薪 这基本要5%以上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带动 让我们的台湾的企业 在薪资上尽可能来提高 你看新加坡 香港以前比我们低 韩国也比我们低 现在竟然都超过台湾 不只是超过 超过一倍 我们看了心里都很酸 不但呼吁企业要加薪 更支持基本薪资分区制定 并且肯定劳动部提出这项方案 我在台北聘请一个员工 他提出的要求 台北的生活指数高 他一定高于台中 台中的一定高于云林 所以本来这个事实就存在的 所以劳动部提出这个构想 我觉得很好 只是说我建议应该是往上加 不是往下降 谈到台湾现况 赖正义期望台湾经济 能回到往日荣耀 重新回到亚洲四小龙之首 UDN TV 陈锡文 王家宏 台北报道